共機距離台灣那麼近 在70海裡之內它不發放 那四川的文昌 就是西昌 這個衛星發射中心 它距離我們台灣1900公里 它發放 在我們台灣500公里的上空 它發放 它原則在什麼地方 飛彈它不發放 人造衛星它發放 原則在什麼地方 通過了告訴你 那意義在什麼地方 中共都有事先公告 中共每一個禮拜都有發射衛星 為什麼挑這一次來發放防空簡訊 還發放錯誤 一下說是人造衛星 一下說是英文是飛彈 你這個南原北側 你會教成人民怎麼去看 你這個問題是非常大 今天既然官方發布的訊息 你要有一個非常 能夠值得信賴 結果不是只會講大話 有我在 大家放心安全的 我認為不好 這個國家警報的方法 是由空軍作戰指揮部來發放 這個權責是屬於它 但是問題是距離的問題 我們距離台灣要70海裡 就要開始發放 距離馬公要65海裡 就開始發放 那70海裡的話 大概125公里 那這樣子的話 它平常的時候 共機經常越中線 它也沒有發放 所以我認為它發放的原則 在什麼地方 共機距離台灣那麼近 在70海裡之內它不發放 那四川的西昌 這個衛星發射中心 它距離我們台灣1900公里 它發放 而且通過台灣已經500公里了 在我們台灣500公里的上空 它發放 它原則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它這個發這個簡訊 那讓大家都知道 它已經進入太空了嘛 那現在這個太空 一天有一千多每一次的 這個人道衛星在500公里上下 通過台灣上面 那你又發放 已經進入了 已經進入軌道了 我認為就不要去發放了 因為已經進入軌道了 因為載軌的衛星現在 載軌的衛星在運作的500多顆 那是不是要去發放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方面 我認為要有一個原則 那是距離的原則 還是高度的原則 還是武器裝備的原則 它飛彈它不發放 那人造衛星它發放 那原則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認為三個原則要弄清楚 第一個是武器原則 它的是人造衛星還是彈道飛彈 還是火箭炮 因為火箭炮是從空中過來 還是戰機 這是武器原則 第二個它發放的高度是多少 它已經載軌500公里的 在我們地球上面 那要不要去發放 還是說距離是在我們大氣層發放 在太空要不要發放 如果太空發放一千 通過台灣的人造衛星 有一千多每次 還有距離原則在什麼地方 那距離原則是70海里 還是65海里 美國原本預判的路線 它是不會經過台灣上空 但是後來國防部公布的路徑圖 它的確是有經過台灣上空 對台灣造成什麼樣的威脅 我認為它已經通過台灣上空了 它發放這個警報的 應該是有前置量 它發射的時候你要發放 它已經通過了你發放 那用意在哪 什麼地方 那昨天通過了 今天要不今天發放 我們要在 我們是要什麼叫預警 預警之前就要先告訴你 結果沒有 它發放完畢之後 通過了 告訴你 那意義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 這個防空緊急 它是迫在眉睫 要提前預警 提前預警的時候 從四川的西昌太空發射中心 到距離台灣1900公里 這1900公里的預警在什麼地方 它為什麼不提早告訴我們 已經通過台灣上空了 高度500公尺了 通知我們意義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擾亂險情 現在會造成精工之鳥 大家卑躬蛇影 你這個時候是 它發射的不是導彈 是人造衛星 而且在通過台灣 高度500公里 而且已經通過了 你這時候發放 用意在什麼地方 還發放錯誤 一下說是人造衛星 一下說是英文是飛彈 你這個南原北側 你會造成人民怎麼去看 你這個問題是非常的大 發射的時機 發射的物體 還有發射的動機 中共都有事先公告 中共每一個禮拜都有發射衛星 每一個禮拜都有 它去年發射了66枚人造衛星 66次發射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長征二丙的運載火箭 它去年就六 每個禮拜都有 一年就52個禮拜 所以那我們為什麼挑這一次 來發放防空簡訊告訴大家 而且時機不對 而且這個標的物不對 標的物是人造衛星還是飛彈 是人造衛星嗎 危險幾乎是沒有威脅的 那它時機也不對 應該在通過台灣之前發放 讓你知道 現在它已經發放 1900公里到台灣 是要飛一些時間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雖然有逃脫速度 進入地球軌道 但是這1900公里的飛行時間 是相當充裕 那我們發放這些相當的簡訊 4到10秒鐘就完成 全部都可以收到 全國所有的民眾 只要你有手機 有電話的手機 你在4到10秒鐘之內 全部都可以收到 2357萬人都可以收得到 非常的清楚 那你時間是非常充裕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造成這方面 造成大眾的誤解 大家如進攻之內 然後又是資訊的錯誤 發放的時機 發放的高度 還有發放的提前的預警 都不對啊 甚至裡面的簡訊的內容 是飛彈還人造衛星 也搞不清楚啊 是中文還是英文 都有南緣北側的差異啊 我認為這一方面 要非常的謹慎 因為只要是國安的事情 都要非常的仔細 要謹小慎為 不可出乎大意 那今天發放的距離 按照作戰的規定 按照民防法的規定 距離台灣70海里 就是125公里 距離馬公65海里 也就是110公里左右 就要發放防空警報 但是中共的戰機 一直跨越中線 我們有沒有發放 中共的無人機 都在我們的空域訓練 有沒有發放 中共的氣球通過台灣 每一天都通過台灣 有沒有發放 通通不發放 那結果一個人造衛星 你要發放 原則在什麼地方 你要有一個 今天既然官方發布的訊息 你要有一個非常 能夠值得信賴 完全相信 百分之百的正確 沒有任何模糊地帶 沒有任何其他的意圖 你這樣的話能夠遭公信 人民的話會認為 你的相關的單位是權威 國家交給 安全交給你們 是相當穩妥的 結果不是只會講大話 有我在 大家放心 安全的 我認為不好 講到此地無垠三百兩 你會不會讓大家認為 你這一次發放這一個警報 簡訊的警報 會讓大家以為 此地無垠三百兩 簡直是在糟糕大家 會不會在那邊擾亂整個選情 現在是非常敏感的時刻 動見觀瞻 會影響到人心起伏非常的大 那為什麼這時候要做這個動作 以前你不抱 以前的衛星你不抱 以前的導彈 通過台灣上空 你也不抱 那你這一次既不是導彈 只是人造衛星 而且高度已經到達五百公里了 你卻要抱 你這種此地無垠三百兩的心理 人民會怎麼去想 所以我都認為 這個要從長記憶 這個要僅小慎為 這個要非常謹慎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一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每天都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